哈喽各位优宝们 大家好呀 欢迎你们光临我们的新语问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虚凯 哈喽哈喽大家好 然后今天呢 我们是在去分离的活动之前 所以就抓到这一只小虚凯 然后跟大家来做一次 我们的AMB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来聊聊 这次你的新剧乐游园 可以跟我们说 它是甜剧还是虐剧吗 很多观众还没有看到最后对吧 它其实是一个很甜的剧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是个甜剧 那我想问问 平时你是更喜欢舞打戏 还是喜欢感情戏 我更喜欢打戏多一点 因为打戏来的比较直接 不伤脑袋 就伤身体而已 听起来就是感觉更期待 就是虚凯 会有更多的打戏在里面 那如果说 让你选现代偶像 还是古装偶像 你会更喜欢什么 其实我都挺喜欢的 就是说如果 看题材 还有就是现代拍多 就想拍拍古装 古装拍多了 就想拍拍现代 左右反复横跳 这是一个 A和B都想要的一道题 那生活中喜欢乌铁还是喜欢美食 喜欢乌铁 对身材管理很有要求 听起来 很爽 主要乌铁 那如果出门的话 你会选择一只分地的 皮卡普ICU手带 还是选择 把盖着 Soft trunk的鞋款包 那肯定是手带了 因为我今天也是要拿手带 我们期待一下等一下的造型 那如果说出门 只要你就是今天造型搭配 选一个单品的话 你会选墨镜还是选戒指 墨镜吧 墨镜 为什么 因为我也有一款 fendi墨镜 今天带了 我觉得很酷 然后日常生活中 你会选择认真做造型 还是随便穿 随便穿 随便穿 有多随便 我甚至想穿拖鞋 好像也穿过拖鞋 就是完全不打扮 出门的那种 就是我收拾行李 因为我衣服很多都黑色 那我收拾行李 我从来不前一天收拾 就可能只有收拾 十几分钟就结束 就是出门前 然后丢丢丢丢 就真的是 裤子两条 衣服两条 要么裤子三条 衣服三条 那如果要是 除了拖鞋以外 怎么选选 如果要是出门的话 喜欢穿 Fendi的运动鞋 还是喜欢穿靴子 其实我挺喜欢穿靴子的 挺喜欢穿靴子 但是现在更多时候 会穿运动鞋 因为运动鞋 运动鞋可能更舒服一点 因为靴子毕竟会比较重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问题 喜欢别人夸你帅 还是喜欢别人夸你有趣 当然是夸我有趣 我们都想好了 这是标题叫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那还真的是这句话 所以我们是 喜欢别人夸你有趣 是吧 好的 那谢谢许凯 今天跟我们的快问快答 然后期待一下 今天的Fendi的造型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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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